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主題主要就是會用到兩套 一個叫做Video Depart 這個Video Capture 那另外一個是Edit Brand 這兩個都是非商業性使用免費 商業性的要錢 但是像前面這一套的話一千多塊而已 就算假設老師是要商業性用品的話也是一千多塊 應該不太會痛 因為你買其他設備隨便就超過啦 那後面這個就是多一個零啦 一萬塊 可是它非商業性使用是免費的 當然它有一兩個功能 就是會有多一個LOGO 假設你是屬於商業性的功能 它有多一個小LOGO在上面 但是那個大致上還不能講 老師可以嘗嘗看看 如果你覺得說我真的很商業的LOGO 你再去把它過完正房就好 或請學校也都可以 那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 你們看到這邊 進來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一般其實現在比較常做就像這樣子 對不對 會這樣錄 可是老師有沒有發現 這樣錄下來 請問投影片讓你看得清楚嗎 其實很難對不對 所以如果 有些像一些什麼網址啊 之類的 你要看清楚數據 很抱歉不行 可是如果都只抓這邊 只抓這裡其實也不見得看得到全部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一般的話 像這樣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比較常見的這個 所謂的數位教學的這種錄影的類型 我們一般主要分成幾種 因為像以我來講的話 我比較是以電腦螢幕上的畫面為主的 那 所以呢 這邊 會比較適合所謂的全動式 或者是老師你本身上的 比如說是一般的那個 就是不是在電腦教室的 那個是在一般教室裡面上課 那你也可以自己錄啊 也可以自己錄 那這種我們就稱作所謂的全動式 什麼叫全動式 簡而言之叫全都錄 對啊 全都錄嘛 反正我就怕你通通錄起來啊 也不用去分啊 對不對 這種是最簡單的 反正按下去就錄 跟第一一樣 那第二種呢 稱作影像式的 影像式的這個比較適合在 電腦上的畫面 什麼叫電腦上的畫面 其實我們電腦上的畫面 通常跟電視節目比較不一樣 電視節目它會一直放 畫面一直放 可是像比如說我在講這一段的時候 我的畫面是沒有畫的 我只是在補充我的聲音的部分 但是畫面是固定的 所以後來有一種錄影的 這種軟體 就是說 我在這種畫面的時候 我就是拍照的 那你滑鼠再移動對不對 我就模擬了 模擬那個滑鼠移動 因為只錄聲音 所以打蛋相對比較強 相對是比較小一點 那等到 你有需要 所以下面這兩個 就是混合式的 也就是說 因為有些軟體操作是用脫衣的 對不對 或用暗處滑動的 那那個部分它就真的要錄下來 因為不錄下來 沒有辦法多錄 所以 也就是說 當你要做了某些動作的時候 它就切換成全部錄 但是你在一般標準狀態之下 它就是用拍照的 那這樣可以讓整個檔案變得小一點 變得小一點 所以主要有分這三種 所以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像我們互動式的教學 互動式的教學 這一套 它就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做 它可以變成互動的 也就是說 你做操作的 其實像現在學校有很多會有做什麼的 那個叫做證照导試 那它們是要回答一些問題 有沒有 做一些測驗 那那些測驗 你可以把它錄下來 比如說老師你操作完了之後 你可以錄下來 那同學就照那個步驟去做 他就照那個步驟去慢慢把它完成 它可以變成 一般的互動式的網頁 也可以變Face 再來像比較常用就是這個 電腦螢幕的 另外像我們剛剛講的 現場的 對不對 現場的也可以直接拿來用 像老師剛剛提到的這邊 這個 我把這個打開 你們看一下 如果 老師說想要上電視的 有沒有 你就這樣子 這裡就上電視了 你這樣 只是平常我比較少會上鏡頭 上鏡頭 那所以 如果你在錄現場的 就把它轉過去就好了 對不對 那這樣子 因為我還是錄電腦上的畫面 錄電腦上的畫面 有沒有同時就把 我們 攝影機的照片 畫面就抓起來了 所以一般像 比如說 老師 剛剛有聽到就是 學校應該也有買那個 PowerPen PowerPen 一般就是比較局限在 用在哪裡 用在那個叫做 簡報裡面 對 PowerPen裡面 然後PowerPen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把 人的那個 就是我們的影像 聖經的部分 把它抓進來 一樣的喔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我只要把它錄下來 實際上就有那個效果了 所以 您大概知道這樣的情形之後 我們就來看看喔 來往後看一下 比較常見的在 螢幕錄影的 或者是能做 錄影的喔 主要就是這幾套 有付費的 像有的學校有買這一套 這一套也是 應該是一萬多吧 一萬多 那它的好處是 它會轉出很多格式 也蠻豐富的 可是它的缺點還是一樣 檔案很大 檔案還是蠻大的 這個如果老師有用過的面對 可以比較一下 那第二個呢 Adobe也會叫Captive 這套剛剛出來的時候 其實就像我們剛剛講的那種 互動 就是影像式的 那時候大家覺得 哇 這樣好新奇喔 很不一樣 也可以用模擬的 對不對 可是 它早期出來之後 檔案很大 就是動作會比較慢 那現在已經到7.0了 已經到7.0 可是這一套 大部分學校不敢買 是因為太貴了 Adobe你剛剛會衝衝 真的太貴了 因為它們包括在我們一般 比較常見的 影像處理的包裝 它是獨立販售的 所以 一般比較貴 那另外像這個啊 我們剛剛講Powercam Powercam這家公司 像我們取消數位學員 就是這一家公司的 他們最近還有另外一套 叫Avercam 各位也可以嘗試看看 但是它的缺點就是 你要傳到它的網站空間帳 你的浮水域還會消失 它也是有一套 類似我們現在錄影的軟體 跟Powercam不太一樣 它等於有點延續Powercam 但是改成另外一個名字 如果所有老師有興趣 也可以跟那個廠商 聯絡看看 他們會給你介紹 網站上也有 網站上也有 但是也不錯啦 也不錯 但是就是它基本上 應該算是付費的 算是付費的 所以就不在我們現在的考慮範圍 那我們這裡 我用的主要就是這兩套 這兩套為主 平常都是以這一套為主 因為我就是錄下來就好 那上映這一套 是還包括了剪接的功能 剪接還有輸出成所謂的數位教材的功能 那這個有中文 所以老師也不用擔心說 這個語氣上會不會水土不符 那以往我是用這一套 為本ES 為本ES 它也是很不錯 我挑選的一個主要原則就是 品質要可以接受的 第二個檔案要小 檔案不夠小的 我沒有辦法用 因為什麼 我沒有那麼大的工具去儲蓄那些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通常選的都是會 檔案比較小一點 而且一定要是免費的 我才會用啊 不然的話怎麼推廣 到哪裏就要把那個裝一下 這樣不適合那個嗎 對不對 老師也會覺得很累啊 所以 大致上免費的有這幾套 您可以做個參考 那 它的畫面 我想我就 不用看太多了 我稍微講一下 就是它的一個限制 就是 如果你是用這個 Edit Grinder 有某些功能 屬於商業版的 它就是會在 右上角出現Logo 小Logo 還好不會影響到你的主要內容 那麼 如果是 Debug Video Capture 這個部分 免費版 主要就是容量度上的AVI 像我平常都用AVI 那平常會有一個疑問 AVI 答案好像很大耶 其實 不是格式的問題 是跟編碼有關係 今天你要答案很小的 它預設的那個編碼 就是所謂的Full HD的H.264 所以 雖然我是存成AVI 但是 答案還是像剛剛老師 你不看很小的 只猜在說 我不能直接存成NP4 它的打名如果是NP4的 那那個是屬於付費公司 但是 壓縮的程式 事實上 編碼事實上都一樣 所以如果 你們真的很在意 一定要變NP4 比如說我希望那個 行動平台可以看的 像蘋果的 它就要看哪 用NP4的啊 那你就再用一些 影片的轉盤程式 把它轉換一下 變NP4就好了 轉出完還是一樣小 沒有變大 因為壓縮的程式碼都一樣 視訊有事都相同 只是台大市場也是一樣的 這個是 老師可以參考一下 好 那 大致上是像這樣子 我們 先來看一下 如果老師 你決定要錄你的 該準備些什麼 前置作業 好不好 那這一段我先